字幕提供 好了,來到港人港市 又和阿遠聊一聊 我想聊一聊長毛 你現在會不會很暖 沒有了長毛 沒有了長毛就... 不會真的很暖 阿明剛剛趕去探長毛 其實本來我們的黨 都是自動導航 沒有阿毛就不會倒在這裡 只不過是...當然有壓力 因為始終阿毛是立法會議員 他有公眾話語權 起碼遠遠比我或阿明 所以可能會有些議題 議會一些我們做不到 議會外的聲音也不會那麼強 畢竟是那四個星期 又不是很長時間 但起碼從黨務上 組織上 籌備622、711那些 就沒有什麼影響 只不過是少了長毛洞 所以都OK的 它洞出來都沒用 反正變短毛了 其實OK的 我想問一下 長毛進去之前 我在電視上看到 長毛你撿了一張什麼紙 那張紙呢 就是這張 那你知不知道這張紙裡面 這張貓紙 根據民建聯的說法 這張是賊妝來的 那賊妝你自己不保管好 是 整件事是非常奇怪 非常過癮 話說長毛出席保安事務委員會 那該日就是 之前的議題討論 就是討論 香港的難民 難民審核制度 那 因為如果平時的事務小組 就不同立法會大會 那樣的 就是你有固定位置 長毛就是坐在那裡 那些事務小組委員會 你就有位就坐了 那剛好 就是長毛一坐下的時候 咦?為什麼桌面有份文件呢? 然後就是上手坐在那裡 就留下了 就很不記得是民建聯的那個 就留下了 那個好像是 就是元朗開那個 給梁振英 就是你們說的 梁志祥那樣 是啊 那 然後長毛就 看一看 之後他就 咦? 他就馬上問 保安局局長 喂 你是不是講過這件事啊 喂 你這份理啊 他不敢出聲 不敢出聲 之後 那 長毛說 我們撿到東西的話 做良好市民就問一下是誰 然後 之後 之後 葉國謙文建聯 覺得梁志祥那樣是他 那就還給他 那 原來呢 那份文件呢 就是 是 保安局局長 那個局方 就預先地安排了 給民建聯的議員 就是說呢 通常你立法會討論的話 就是政府有些東西拋出來 然後有你們議員問問題 然後他們回答 那原來這張貓子呢 就直成是 呃 保安局那裏呢 就寫了一些建議跟進問題 給那班文件聯議員 等他們就算不懂做功課 剛剛才吃完午餐 進來不知是開的什麼會呢 都可以跟稿讀的 而最頂癮呢 就是 他連那些跟進題問呢 都是用廣東話來寫出來的 口語化的 就是這句話 還有 我們留在香港整個十四個月之後 先提出聲 先出聲請 那呢 十四個月他們做什麼呢 以什麼為生 是不是打黑工 就是用 用廣東話寫完的 就是怕你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 其實真的很荒謬 就是自從這個拉布那時候 有時候民建聯有這個卡紙 卡紙帽 被議員弄在投票機那裏 讓你不要投錯票 有洞就投 就按那個洞就可以了 到現在呢 你跟稿讀 那就是說 民建聯的議員 就是 在立法會裏 基本上就是喪屍 就是 什麼春都不用識 什麼文件都不用看 說話就跟稿讀 只要你懂 看中文字 懂 有辦法說出來 就可以了 那其實這個 不僅是說 這麼簡單說 他們是喪屍 是 香港政府帶頭 民建聯配合 做貓 是 是 基本上是違反了基本法 就是已經違反了整個 三權分立的這個 概念和制度 嗯 真真正正變了 行政和立法 行政和立法的完美配合 嗯 那 所以這件事其實 都應該會繼續去 追下去的 因為 你 給香港市民看到 原來 蛇齋餅種之後 你投完票之後 他們連 就是 小小思考 代表你們的居民去問一下 真正關心的問題 都不需要了 嗯 因為政府已經幫你設計問題 也幫你預先設計答案 那 如果是這樣 真的幾荒謬 其實 如果是真的 要不要上班 是啊 其實立法會要來 如果這樣真的沒有用 是啊 所以其實現在是 本身立法會 因為有功能組別的存在 是 整件事本身已經沒有什麼用了 嗯 但你再加上這樣的行為的話 就是 基本上是 完全當立法會是沒有道 立法會變成 政府繼續 啊 你是反對派 你喜歡罵就罵 你罵得溫和一點 你就溫和一點 這樣罵 你罵得激進一點 你就激進一點 但他完全是 不理你 不需要聽你說話 也都沒有需要跟你交代 那 而 但其實我覺得 香港市民 就是因為一連串這些事情 其實香港市民是越來越清醒 越來越知道 現在的立法會很不行 梁振英政府很不行 而其實慢慢從而反映了 為什麼好像社民聯 或者我們一些 比較年輕一些的政黨 甚至議員 是越來越得到支持 因為他們發覺 你不可能用80年代 90年代那套東西 來繼續 做著2014年的抗爭 所以這個是 如果你說 在這麼多不幸之中 算是有一點安慰 就是這樣 起碼一些人清淨一點 但是葉國謙就是 追著你們這裡來咬呢 就是說 長毛偷東西 不是這樣 那個簡直是 我都不記得說這句話 因為 葉國謙這個藉口 簡直是 幼稚園程度都可以不理 就是你在街上 撿到錢包 然後你拿開錢包 看看 裡面的身份證是誰 然後問警察 喂 警察撿到錢包 這樣叫偷東西 怕不怕長毛坐牢後出來 又再拉多你一家 我當然不會 這些 不會 如果 如果 應該說 他這樣肯拉的話 就真是正了 即是立刻傳召葉國謙進來 傳召局長過來 在這裡做證人 這個是怎樣的 但不會的 這些濕碎 只不過是 因為 葉國謙他們 那次 他也殺過一個措手不及 因為他們其實都沒有正面回應 究竟這些問題 做什麼 做什麼 即是葉國謙他們 只是要 就是 揮爛臉 隨便 一些東西 來再繼續抹黑長毛 扔東西之後又偷東西 不尊重人 正面還正面 你們撿到的東西 當然他們是否有沒有犯法 即是司法和立法機關 是否合起來 這些是後話 但是 如果他 如果是要屈長毛 說你偷東西 那出原理 如果要屈長毛 他有很多無限的東西 都可以 等於之前 我扔T恤那天 被人告 同一時間 阿銘和陳德章 他們都被人告 就是被人告這個 交通條例 因為在這個高速公路的旁邊 即是 那些停埋的鞋子 停埋的鞋子 停埋的鞋子 都發告票給他們 其實 政府或者律政司要搞我們 是無限的理由去搞 搞你為例泊車又可以 還有一 還有 我扔T恤那天 扔完之後走 跟著鞋子開的時候 我那一刻還未拿安全帶 又被他抄了一張 喔 真的嗎 是契大到這樣的 噢 契大到你不拿安全帶 他又抄了你 所以你 你真的要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聽到的士司機就是罵你們 阻礙人賺食 你時威大了嗎 這樣 是啊 現在律政司又好 警方又好 有時真的 是契大到這樣的 那 你還有補充回 的士司機那些 說 阻礙 OK 即是你可能賺食 又或者是操底 阻礙 但是老實說 現在整個經濟 或者整個社會的制度 就已經去到 喂 就算的士加價 你的士大哥 都不是你貸的錢 是那些車主 車行貸的錢 即是的士大哥 現在都是被人夾著的 那他們就是說 你們的士威再阻礙他們 來賺食 那阻礙他們的時間 那他們還找不到 所以就是 舉個例子 有個 一些賊佬 梁振英 已經搶到你 整家人都沒有飯吃了 剩下的菜 剩下的菜 給你們吃了 之後我們現在幫你爭取 不過要阻礙你少少時間 因為你還罵我們 那 當然我明白 但是其實你整體上的話 除非有更加好的建議 我和長毛我們一向都在想 都說 我們不是真的很想扔東西 抗爭的 如果你可以跟我說到 一個更加有效的方法的話 我們願意去做 但是問題就是 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什麼方法都試過了 我不是說 塞馬路一定會成功 但是你不試的話 那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你們有沒有正認識 私底下或者梁振英出來 去他辦公室 就是談一下 不用用抗爭的行為呢 不需要私底下談的 因為 首先 我們本身有立法會 有立法會二 正式去信給他的 他就問A去答B 到好像說 我當你我不是議員了 上次去居民大會 我正面在問他 喂 教育這個政策是怎麼樣 應該怎麼做的 他又跟我說 吳先生 你對香港的教育政策誤解了 不是說 那些學生有沒有書讀 是他們讀完書之後 出來有沒有工作 這樣 然後我不是說 不是喔 你之前才說 那些學生要增值的 你出來才可以做到 有貢獻 然後你現在又跟我說 不是說有沒有讀書 出來有沒有工作 你永遠無限兜圈 無限拖延 你選舉承諾更加 像阿銘這樣說 之前說老人家很慘 要照顧 當選之後就說 要繼續研究 你有錢去建大八丈 發展東北 發展西舊 但你又跟我說 沒得去幫照顧 天水圍也好 深水埗那些老人家 其實這些是不需要私底下 很和平地談的 在立法會現在有文件 梁振英是有權力的 你要談 他現在就是拒絕談話 用A來回答B 或者是不回答 但是你這樣 阿Mo哥也是立法會議員 你看到永遠都通不過 是啊 建制派又多飄過你 功能組別又多飄過你 會不會你們覺得這樣抗爭下去 不停地打壓 尤其是打壓你們 我們都看到的 下一步你們會怎樣做呢 現在Mo哥又不在 其實有時候 有一點心灰的話 就真的要見步行步 你如果說 香港民主抗爭靠寫民連 就死定了 不應該是靠我們 或者是靠長毛一個人 而是要擴大現在的環境 看上去挺OK 起碼越來越多人支持佔中 希望愈來愈多人出來參與 622投票 那你就是用這些群眾的力量去施壓 我們一直以來 甚至會長毛 都不覺得我們 進去議會做議員的角色 好像你們傳統 那樣想的 像歐洲議會的角色一樣 因為很明顯你在一個 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底下 你在幻想著 現在還在踢球 是公平的 不可能的 我們一到場 球證又是他 對家三十個人 對我們兩個人 然後龍門就是亂搬的 我們都還說 等一下我們要溫文以雅的 不可以越位 不可以披爭 不可以橙腳 那就糟了 好了 聽到他說的話 真的很慘 我們下節回來 再跟朋友聊聊 戒刀問題